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来地里摘一点白菜吃 我做一个酸辣白菜 这是朋友们给我说的 我试一下不知道自己做的好不好吃 以前我都是做火锅 人家自己炒 也没有家说做什么酸辣白菜 我试试吧 这个白菜也就选这个吧 这不止一块叫无人把它拔出来 哎呦 只要白一个 这个给回家了 这来到是拇指 拇指也行 泥巴弄掉 泥巴太多了 可以回家了 我们把这个酸辣切一下 边上这些我们就喂鸡啦 这个其实看一下也没多少 把它洗洗干净 哇塞 这个都涨不爆了 这蔬菜都涨起来了 把它切一下 不然都搞不开了 多搞一点 少了不够 哎呦 这盆太小了 猪蟹太多了 很烂的 把鸡蛋都搞得上去 把鸡蛋都搞得上去 这两天感觉 蔬菜有得开始烂了 很烂的 把鸡蛋都搞得上去 很烂的 我们搞一大火锅 这个大白菜到底是白的好一点 还是这个预测的好一点 不知道哪一种可以有营养价值 太小太小了明白 我先把这个控掉水费以后再炒 不然它直接炒的话水太多了 把这个辣椒弄掉 切一点辣椒配辣椒才好吃 哇塞太多了 太大锅了炒不开 切一点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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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吃一次醋吧 就不吃饭了 吃蔬菜得了 多吃点蔬菜就行 做多吃点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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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感觉吃蔬菜好像不好吞下去 吃这就很容易吞下去 是不是蔬菜不滑 吃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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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酱油 酱油 挺好吃的 然后烫也挺好喝的 我没想到南餐里面加醋这么好吃 我以前都是加那个 做辣椒之类的炒也是酸的 但是加醋是没有 没有这样炒过